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强尼代普以及安博赫德的发言人今天表示 培训团已经就两人的民事诽谤案做出裁决 培训团裁定由于安博赫德在华盛顿邮报中刊登的文章 对强尼代普构成了诽谤罪 他必须向强尼代普支付两项罪名分别 1000万美元和500万美元的赔偿金 培训团已经审议了大约14个小时 这张诽谤审判自4月以来一直在进行 培训园总共听取了100多个小时的证词 数十名证人的意见 以及代普和赫德本人的发言 一位与强尼代普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表示 由于先前安排的工作承诺 他不会出庭听取判决 而是在英国观看直播 安博赫德则预计将会出庭接受判决 拜登总统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派遣更先进的火箭系统和弹药 以更精准的打击战场上的关键目标 其总价值达到了7亿美元 所提供的武器包括5个反火箭雷达 两个空中监视雷达1000枚标枪导弹50个指挥发射单元 6000件反装甲武器 15000发155毫米炮弹 除此之外还有4架直升机和15辆战术车辆 目前俄军正在乌克兰军队在顿涅茨克地区猛烈交战 鉴于该区内存在大型化的工厂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俄罗斯的轰炸行为描述为精神错乱 由于可能存在有毒烟雾带来的风险 当地的居民已被警告不要离开放空洞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今天表示 伊朗政府支持的黑客是去年企图入侵波士顿儿童医院 电脑网络的幕后黑手 并将其称之为我见过最卑鄙的网络攻击之一 根据FBI局长的说法 特工们在黑客对医院的电脑网络造成破坏之前 成功挫败了这些行动 但他也表示当我们专注于俄罗斯时 不能忘记中国或伊朗的犯罪集团 波士顿儿童医院拥有400多张船尾 被认为是全美首屈一指的儿科中心之一 随着炎热和干旱的夏季到来 南加州的限水政策今天正式生效 新的限制将规定每个家庭 每周只能有两天进行户外浇水 每次只能最多8分钟 如果用节水的洒水器则可进行15分钟 居民也将根据地址分配浇水日 周一和周五为基数地址 周四和周日为偶数 另外上午9点至下午4点之间都不允许浇水 那些不遵守新规定的人将收到警告 随后每次违规将被处以更高的罚款 洛杉矶还将大力投资于草坪更换 和设备升级的新型计划 以提高居民的用水效率 也禁止了在商业和工业设施 灌交那些非功能性的草坪 根据干旱监测机构的数据 加州97%以上的地区 目前处于严重极端或异常干旱状态 许多关键的水库容量 只有一半或更少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